都已经抽出花剑来了 但是也有花友跟我说 家里面的莫兰花剑虽然是长出来了 但是出现了个别花剑干瘪的情况 虽然莫兰的花剑是抽出来了 但是这就要求我们后期的养护 却要更加的细心了 因为稍不留神 它有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小意外 到最后我们可能就没有花来欣赏了 其实莫兰在抽出花剑以后 在养护上面基本上可以归纳为四点 要注意的 首先就是说一个最重要的温度的控制 因为莫兰又称暴岁兰 它每年开花的时候 都是在比较冷的春冬季节 那么这两个季节 我们国家的绝大部分区 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寒冷的 但是莫兰在低于10度的 这么一个温度环境里面 它就会进入一个休眠状态 低于5度它很可能就会被冻死 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在它的养护上面 对温度的把控是一定要留心的 第二点就是一个光照的问题 我们大家都知道 莫兰其实它是非常害怕强光直射的 但是冬季的光照其实是非常的柔和的 在有阳光的日子里 我们可以将它搬到阳台上面 那么隔着玻璃 让阳光照射到它的植株上面 这样可以让它更好的光和作用 反而更会有利于它后期的一个花剑 以及花朵的生长 其次就是一个正确的浇水 这也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浇水不当 很有可能会烂根 但是如果浇水不够 那么它的花剑生长所需要的水分 达不到它的要求 那么花剑很有可能就会出现干瘪 甚至削包的情况 我们都知道莫兰呢 它是喜欢湿润的环境 但是它却非常的忌惮 潮湿的土壤 因为土壤潮湿的时间过长 那么根系呼吸不畅 很有可能会出现闷根 甚至烂根的情况 我们浇完水以后 一定要保证它盆内 不会存在任何的积水 而且呢能够保证一个 润而不潮湿的这么一个状态 这样呢应该说是莫兰生长 是比较喜欢的 同时呢它的盆土处在这么一个湿润的状态的时候 更有利于花剑的生长 最后一点呢就是施肥了 在它的花剑生长期 对肥料的这一块需求 其实还是挺旺盛的 如果缺肥的话 那么花剑可能会生长缓慢 或者说长不高长不大 在花剑生长期 一般性会偏重于零甲肥的湿入 但是呢一定是饱肥 15到20天左右给它施一次 浇水的时候用清水吸食好了以后 给它灌根 这样呢既浇水又施肥 可以同时进行的 只有当肥力供给比较充足的时候 那么它的这个花剑才能够更快的生长 后期的花蕾也会更加的饱满 花色呢也会更加的鲜艳的 我们在冬季养护木兰呢 不管是浇水也好 还是施肥也好 一定要注意一个温度的把控 最好可以让它生长环境的温度 控制在10度以上 这样它们才可能会正常的生长 嗯好了那今天的视频呢 就跟大家